大家可以靠技術的關係 Let's go 媽 Let's go Let's go Let's go 我可以跟我們先聊一下今天的穿搭 好 首先我的穿搭的話呢 這次是巴尼頓的這個系列 它有加入了很多小雛菊的元素 然後我身上的就是一個 Match的針織搭配 然後再搭配一個小小Polo衫 就是一個很有朝氣 然後很靈活活潑 適合春天的穿搭 OK 我今天也是 下半身也是這個丹寧系列的 的牛仔褲 然後上身是 有勾勒這個 骏馬圖騰的針織衫 它是用一些陰影 然後去勾勒出這個圖案 我覺得很活潑很年輕 然後再戴上 柏尾本人 骏男配骏馬 對 謝謝 謝謝 今天剛剛有稍微 過往下電的相機嗎 有 都有 有沒有看到什麼想要 用手的感覺 我自己的話 是很想要買 真直衫 因為這次有很多顏色 然後真直衫也是班尼頓很經典的一個系列 然後我看到粉藍色跟粉紅色 都很想要購入 我其實就是 我身上這件 我等一下就是一定會帶走了 對 因為 呃 我覺得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 骏馬對我來說是非常有靈性的一個動物之一 然後也希望今年可以 呃 帶著這樣沉著穩重的性格 來開啟 一年工作的態度 沒錯 對 那你們春夏的穿搭配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色彩色 或者是 觀眾朋友也要做 搭配 正常的選擇 我自己的話 是春天的時候 春夏的時候 很喜歡穿 有顏色 就是比較明顯的顏色 您也是嗎 我也是 正常講 對 我們就是很喜歡 有更鮮豔的色彩的搭配 然後像今天的這個系列 就是我很喜歡 它是一個同一個色系的搭配 穿起來不會特別的顯眼 但是又同時很有 我覺得有一種低調的高調感 我自己的話 是夏天非常喜歡穿襯衫 就除了裡面的一個T恤之外 我覺得男生外面有一個襯衫 可以增加一點層次 然後也可以 呃 因為我很喜歡 歷領的服裝 所以我襯衫會是我的首選 嗯 就是 白色情人節快要到了 是 如果說要在這邊挑一個 是 約會的穿搭 會怎麼配 約會的穿搭嗎 呃 其實我身上的這一套 它是不是現在是一個藍色的 然後它也有做黃色 鵝黃色系列的 然後如果是我的話 白色情人節 我應該會想要穿一個淡淡的鵝黃色 有一點接近白色 蠻符合主題的 好青春喔 對喔 適合你 那你 我的話 呃 旁邊有一個 因為今天就是已經開始馬了 就是要到底這樣 旁邊有一個那個 也女裝也是 也是有 女生的針織 然後上面有一個 動物 馬這個動物的圖騰 然後它裡面還有 丹寧的一個 莉玲襯衫 我覺得很適合 呃 情人節 就如果我穿這樣 女生穿這樣 有一個情侶裝的感覺 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